EU Parliamentary Delegation is in Taiwan for their first ever official visit The trip by the 13 lawmakers follows the EU Parliament passing a resolution last month calling for a deepening of EU-Taiwan relations 欧洲议会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 3号派出欧盟史无前例的正式代表团访台深化台欧关系 该委员会于2020年6月成立 宗旨在于对抗外国对欧盟民主程序及机构的干预 以及针对疫情散播的假讯息 并且特别点名中共与俄罗斯 这次访团特别来到台湾实地学取抗共经验 访团有主席法国及欧洲议会议员格鲁克斯曼带领 制裁的欧洲政治人物在中共驻发大使卢沙野辱骂发媒风波中也强硬表态 再撒野就让他回去中国代表团中还有近日与台湾外交密切的立陶宛前总理库比柳斯 以及来自意大利捷克和希腊等13名欧洲议员 在5号的最后一天行程中 他们将拜会立法院讨论打击反民主假消息的问题 并召开线上同步记者会 预计要把在台湾学道的经验素材 纳入12月要在欧盟发布的打击假消息相关报告当中 新唐也在电视唐杰安整理报道